包王那麽像个狗一样在角落动的不动 像个狗一样 难怪肥猪说他确实 包王怎么做到跟狗子的移动不动啊 进攻有高低 然后打法无好坏 我觉得这句话来总结包王 我觉得没有毛病 就是和池跟叶峰两个人总是说到归 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两个人是进攻型的 你一个进攻型的评价 一个打的防守为主的 好像没什么道理 你不能以你自己打法去评价别人 其实有攻有防 我觉得才是正常的一个对局啊 之所以和池一封这两个人 为什么有时候打回K会崩是吧 就是因为他们菜 就是过于主动这个进攻了 没有防守 有时候一败的话就坦败啊 但是反而包王打这个灰灰啊 还有老K 有时候都不会那么容易崩盘啊 我再怎么输是吧 我都可以拿很多分 好我们看的这个是和池打包王的一个三分局啊 这不是有进攻啊 我不进攻那你的血是怎么掉的啊 我的分是怎么拿的啊 那四分能道是他自己送的嘛 你看老头 点一下发个活摞 该防就防 你看仿击 这反击多么的迅速 就直跳等你过来 我就做一个弹簧 小老头 不动 你看我不动 然后打反击 这也是一种技术 是不是 好 老地 继续脚落 不出来 你看我打你 但是我出招很精准 一定要贵一点 一定要贵一点 不能出来 老二被迫进攻 你看你看 防守就是这么的稳啊 想就防守 想学防守 我还得跟霸王这边学啊 哎呀 这一下 哦 完了呀 好了 之所以在进攻啊 有实力比霸王强还是说明他很会 打这种顶级防守的玩家 好 倒地 走 没有猜中啊 中了一个正向的跳滴之后 带入大蛇帖 再一次跳 十一滴 两色 三色 哎呀 看来龟也不是好啊 什么东西都有力有弊啊 吹泡泡打反击 这种角色 包王打的最牛批 你就旋风吧 我就不动如山 我就龟然不动 任他风吹雨打 我自龟然不动 我就下戏顶你 我就吹泡泡 哎 枪杀 假装要进攻 然后马上又后撤啊 我觉这神龙什么什么鬼 哎 这一下命不好啊 命不好 好再看 技术有高低啊 打法真的无可指摘 无好坏 竞技游戏就是以胜利为目的 这不是在进攻吗 对吗 局势不利 该撤得撤啊 这波居然被抓住机会了 包含进攻啊 但是对手的反击来的相当的快速 而且非常的准啊 快准很啊 继续折跳啊 继续角落 打不过去了 卢不透过不去了 哎 看练吗 怎么打练了啊 来 等他跳 下戏我也下戏啊 你会下戏我也会下戏 nice晕了就去了 哎 哎 好 我去 这么突然吗 这就被斩了 斩于马下 那继续跟你拉扯 跳我就下心 继续跟你拉扯 拉扯打一下 然后就直跳打你 撤了 小心一点 现在有气哈 别吃鼻子斩了 哦 漂亮 这个鼻子斩厉害啊 很强很强 关注修修 不易走丢